大家好 这里是ptstudy 真题讲解RO部分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80道题 先从第一句话开始看 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句话主要讲的是 幼儿不具备这些素质 一上来就有一个代词 this qualities 幼儿不具备这些素质 所以说通过this qualities 我们可以推断这句话 肯定不是首句 这里面有一个代词 然后我们继续看这句话的意思 幼儿不具备这些素质 容易生气 经常哭闹 无法理解社区面临的外部困难 如实物短缺 所以说这句话 我们大概记下它的意思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说什么呢 下一句说是 因为他们不能被说服 不理解 父母对待他们宽容和宽大 原因 because 解释 这句话呢 主要是解释原因 所以说这句话也不是首句 they 这个they指代的谁呢 则是young children 他们呢不能被说服 并且呢他们也不理解 所以说他们的父母呢 对待他们是非常的宽容 和仁慈的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下一句 只有当他们长大了 这个they里面又有一个they 这个they指代的是谁呢 又是这个young children 跟这个they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句话呢 也不是首句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呢 第四句话是首句 我们接着看第三句话的意思 第三句话是说 只有当他们长大了 开始有想法的时候 他们父母才试着管教他们 或者呢 教育或者管教他们 一开始的时候呢 父母是对他们很包容 很仁慈的 后来父母才开始管教他们 所以说这是这两句话的一个顺序 然后呢 young children又指代的是they 这个呢 是这三句话的一个顺序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首句 他讲的是什么 当然了 我们用排除法 已经排除出最后一句话是首句了 我们还是要看他 他具体讲的是什么内容 最后一句话 或者说我们的首句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某一个叫 某一个人 他曾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 英纽特人合作过 他描述了 在这个社区中 成长在很大程度上 被视为一个获得思维 理性和理解的过程 英纽特人称之为 一虎马 成长 被认为是一个过程 获得思维 理性和理解的一个过程 这句话呢 是首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独立的 没有任何那个代词出现 所以说现在让我们来排一下 这段的一个顺序 从第一句开始 这个呢就是它的顺序 我们来捋一遍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呢 讲的成长是一个过程 什么样的过程呢 让人们获得思维 理解 思维 理性和理解的过程 而年轻的孩子呢 他们不具备这些素质 这些 this quality呢 指的就是 就是这三个素质 并且呢 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些素质 所以他们很容易生气 哭闹 并且他们无法理解外部条件 一些外部条件 接下来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为什么他们不具备这些素质呢 那是因为 because 接下来 they 指的是young children 他们呢 不能被说服 不能理解 所以他的父母呢 很宽容他们 很包容他们 并且呢 只有当他们长得更大 长大一些的时候呢 他们才开始拥有一些思维 他们的父母 再次出现父母 试着呢 去教育他们 去 引导他们 而不是宽容和包容 好了 以上就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致顺序 谢谢大家